我是说把脏的拿回去 明天我再给你买个新的 我们就要脏的不爱心 我不看 小姨我不带你这样的 给人家的东西你怎么给人 就是我们家的 这里面有个故事 啥故事啊 今天我和你小姨结婚纪念日 我送给她的礼物 我是按照我的形象做的 可别瞎扯了 这街坊邻居们又不是看不出来 你啥形象啊 这不一只羊吗 跟你有啥关系 我小名叫咩咩 咩咩 为啥叫咩咩呢 不有这么首歌吗 我原来就一只小羊 趴在你身旁 你拿着鞭子抽在我身上 好像是有这么首歌 那也不行 哎呀你给我跟你说 哎呀不能给你 你别闹了 这个东西我不能给你 你听我的 哎呀要不然我 哎哎 小姨父 你怎么来了呢 是 小姨父刚来就要走 我送送她 哎呀走 什么走 把我的玩具都弄坏了 小姨父 走 走走走 嘿嘿 小姨父 我刚从你家回来 你怎么就来我家了 人家小姨给你做那么多好吃的呢 对 我就是躲她那顿饭的 啊 你 你是走得早 要不然你赶上了 你倒霉吧你 啊 我说小姨父 你这话说的不爱听了 我吃你家点饭你还不乐意啊 再说我能吃多少减肥呢 不是他做那玩意 你吃了都能疯你 喇打过什么没吃过 做啥了呀 辣椒炒西瓜你吃过吗 没有 番茄炖月饼呢 没有 我天天吃 你就吃这个呀 我还吃过活鱼呢 生鱼片 啥 生鱼片 不骗 那呀 那你也太惨了 你这么的 今儿在我家吃吧 保证让你吃顿正常饭 啥好吃的呀 我自创的菜 苦瓜炖榴莲 老好奇了 我看什么 苦瓜炖榴莲 听出来没 咱俩在家里 就是俩苦瓜同病相连 一会儿菜做 我不吃了 我走了 你走吧 哎 等会儿 哎 你把这个给我 不给 我求求你 我不能给你 不是 小姨父 不是你俩干啥呢 小姨父他非要走 我送他 走什么走 你给我 吃完饭再走 来 你先尝一下行袋 你怎么能让我尝去 你人家是客人 对 小姨父 不行 我现在已经文件了 不是 人家是长辈 你咋子 哎呀 长辈要照顾晚辈 哎呀 来吧 哎哎哎哎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挺好的汤 让你俩给我糟进了 他抱着烦点 他倒了 我 Yah 我拿回去吧 拿 後一 Future 等会儿小姨父 等会儿等会儿 哎 这里边有东西 没有啊 你拿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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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啊 啊 谁的 这这这怎么回事 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啊 我先看我儿子去 钱是哪的 别吵吵小姨母 之前是我藏里边的 你什么时候藏里的 你来之前我刚藏里的 你没有你 小姨母 二美丽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 他要知道我藏私房间 我哪受得了啊小姨母 你替我扛下来吧 我替你扛 小姨母 我求求你了小姨母 小姨母 我求求你了 你不能眼看着我受苦啊 那我要替你扛 我有啥好处 这是两千块钱 咱俩五分 四六怎么样 行 我六 我六 行 答应得那么痛快 三七行不行 哎呀干脆二八 一七 行 一九 哎 这么得把小姨母 你只要替我把这个事扛下来 全是你的 二女丽全头够黑的呀 把她打得都不爱钱了 可以 没问题 来了来了 哎呀 想好了没 小姨母 你太不像话了 你这样 二米丽 啊 我想好了 哎呀 说吧 这钱 是我的 太不像话了 真的吗 啊 看你小姨父 你说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你不知道你小姨 她的脾气 哎呀 从来不给我钱花 我就散了点四方钱藏在这里头了 看你 那行 我跟我小姨打电话告诉她一声 啊 那个陈志芳 我 我 你会去干啥呀 我替我小姨父求求行 几份啊 我小姨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我小姨要知道我小姨父藏私房间 她的身体哪受得了啊 你就不能帮帮她吗 哎呀 行了 你赶紧起来吧 哎 真狠了你 那小姨父 那这钱你拿回去吧 但是我得说你两句啊 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对 啊 你回去赶紧把这钱给我小姨 听见了吗 行 你放心吧 行了